近日热播剧《山河令》已大结局,这部剧之所以大爆,除了丹美题材十分新颖之外,武侠世界更是十分精彩,所谓正义与邪恶,对立面每个人物有血有肉塑造十分成功,特别是大结局,阿湘和曹卫宁的喜丧,令很多人意难平泪如雨,一对即使立场不同,但因爱意勇敢走到一起的恋人,终是丧生于所谓正道之下, 小编没有追这部剧,在网上刷到这一片段,亦是入戏落泪,S级仙侠剧至落花时节,又冯军即将开拍,目前在挑选演员,是一部大女主剧,剧中女主红宁是一个茶花妖,恶爱掌管中片的中天王,中天王原欲杜他成仙,不料发生反转,爱上女主反被杜成仁,网传红宁的饰演者,是演员袁冰炎,后被爆料表示,只是网上假料, 不过,袁冰炎一身红衣,也还是蛮适合这个角色的,而红宁最终定下的演员,正是我们的阿湘周也,周也不管是外形还是演技,都很适合红宁这个角色, 但爱敢恨,是个很有色彩的人物,前期的故事相对是非常虐心的,但在男主明确了自己的心意后,也是甜度飙升, 很多山河令的剧粉都表示,阿湘在鬼谷最终结局太惨,希望这次他饰演的小花妖,能够延续阿湘的生命轨迹,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,拥有甜甜的恋爱, 更期待有演员周也为我们带来的茶花红宁,希望三位带来的全新阵容,能够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仙侠世界,更期待这次阿湘有个好结局,让观众不在意难平。